您认为自己现在身体健康吗? 您想象过自己卧床不起的样子吗? 这是表示随着年龄增长,血管壁增厚的模拟图。 20岁左右开始,血液中的脂肪成分沉积在动脉血管壁上,使血管壁开始变厚,到了40岁前后则进一步增厚,以致影响血液循环。 60岁左右时的血管壁会变成如此程度,而且变脆。 这种现象就叫动脉硬化。 这样由于不能提供足够的氧气和营养成分,细胞就会逐渐衰弱。 这种血管老化现象,在我们体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发展,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。 而且,除了年龄以外,饮食失衡和缺乏运动,吸烟等生活习惯都会加速这种老化现象。 动脉硬化逐步发展,血管壁变厚,在变展的部分会造成血液凝固,阻塞血管。 这种现象称为梗塞。 血管壁受到损伤,血管内血液凝集成块的现象称为血栓。 另外,因其他原因,其他部位产生的血液凝固或脂肪,也会在血管编细的部分造成阻塞,称之为栓塞。 发生这种情况后,血液不能到达阻塞部分的远端,远端细胞会在短时间内死亡。 动脉硬化还有另一种类型。 由于动脉硬化而失去弹性的部分,像气球一样,逐渐膨大,最终破裂出血。 这种出血往往会成为猝死的原因。 如果动脉硬化发生在脑部,就会成为脑中锋这种致命的疾病。 脑中锋一部分由脑部血管阻塞引起,还有一部分是由血管破裂出血引起的。 这是脑部的解剖断面图。 血管阻塞的原因由脑血栓和脑双刺两种。 由于阻塞部分的脑细胞逐渐坏死,变性,呈粘稠状,因此被称为脑软化症。 这时伴有势力下降,语言障碍,手脚麻木,眩晕症状。 麻木的程度逐渐加重,则会引发失语症,精神障碍等。 这种状态下无法进行外科手术,就算万幸活下来,也必定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,是一种可怕的疾病。 脑出血,是指变粹的脑血管发生破裂,导致出血。 如果溢出的血流开始侵入脑组织,则会出现突然的头痛和呕吐,不久就会失去意识,陷入昏迷状态。 不仅复发的危险性极高,而且会留下运动,知觉麻痹,语言障碍等后遗症。 脑中风的可怕之处在于,几乎没有早期的自觉症状,而会突然发病。 另外,随着年龄增长,脑血管的动脉因化不断发展,脑也会一点点的萎缩。 特征性症状有记忆力衰退等。 重者会引起智力下降,甚至发展成为脑血管性痴呆。 心脏的动脑因化主要发生在,向心脏肌肉源源不断输送氧气和营养的,被称为冠状动脑的血管上。 冠状动脑的一部分,由于动脑硬化而变狭窄,当阻塞程度达到75%左右时,会引起心脚痛。 这时,会感受到收紧式的痛痛感和压迫感。 阻塞程度进一步发展到90%以上时,阻塞部分前端的心脏细胞会逐渐坏死。 突发的收紧式的痛痛会持续数小时,这就是被称为心肌梗塞的疾病。 心肌梗塞会突然发生,发病病人的30%一般在两天内死亡,二次发作者,死亡率更高,是一种可怕的疾病。 癌症在日本人的死亡原因中位居首位,是最大的生活习惯病。 癌症会长期寝浮于体内。 一个癌细胞发展成为能被早期发现的11个细胞,即1克左右大小的癌变组织,需要通过30次的反复增值。 虽然这个期间会因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,有时需要花费10年以上时间。 并且在此期间完全没有自觉症状,但是随着再进行10次左右的分裂增值,就会发展到1公斤左右的大小。 此时已完全束手无策。 这个过程仅需数年,癌症恶化得非常快,这就是出现症状后已无法医治的原因。 每天会发生2000到4000个的癌细胞。 现在就在这一瞬间,也许您体内产生的癌细胞正在不知不觉中增值。 可是,人类为什么不会那么容易患上癌症呢? 这是由于我们人类具有与癌细胞抗争的机构。 癌细胞发生后,白细胞附着于癌细胞上,开始频频发动攻击。 白细胞具有排除体内异物的重要免疫功能。 如果这种免疫功能减弱,则会成为出现特因性和过敏性症状的诱因。 但是,这种防御功能也会因老化而逐渐降低。 最终,癌细胞战胜防御军,源源不断地反复分裂,开始侵袭身体。 除了老化以外,也存在着使免疫功能降低的危险因素。 比如各种疾病,过度疲劳,压力,等等都会促使癌症的发生。 癌症虽然在身体的任何部位都能够发生, 但是其发生的部位因环境人种不同而异。 而与饮食习惯也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日本人的癌症,以消化系统癌症居多, 胃癌也是其中之一。 日本人的饮食中,盐分较多是其原因之一。 胃癌与其他的癌症不同, 无症状的时间持续较长。 很快,癌会变得巨大。 治疗时已经为时已晚。 除了早期发现以外,没有其他挽救方法。 目前,癌症之中死亡率最高的是肺癌。 肺癌在癌细胞的发生逐渐变大过程中, 也几乎没有自觉症状。 即使频繁进行各种诊断, 也很难全部发现。 而且,当癌细胞侵入汇集到肺部的血液中, 开始转移至全身后, 就已经发展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。 很多时候,肺癌都是在完全没有自觉症状的情况下渐进发展的。 可以说,早期发现, 确切地说,预防才是唯一的方法。 被称之为三大生活习惯病的癌症, 脑中风,心脏病。 它们是潜伏在所有人体内的非常可怕的疾病。 难道,我们就没有战胜这些生活习惯病的方法了吗? 日本人死因的第一位就是癌症。 据报道,一生之中患癌症的几率, 男性为49%, 女性为37%。 男性的话, 每两人中有一人, 女性的话, 每三人中有一人, 会在一生之中患上一次癌症。 这是日本人的实际情况。 那么, 现在已经被称为国民病的癌症, 在其他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? 请看日美癌症死亡率的变化。 近年来, 男性、女性的癌症死亡率都在不断攀升。 但是在美国, 最近由于癌症所导致的死亡率, 已经显著呈现触顶的倾向。 日本人和美国人, 应对癌症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? 实际上, 在美国实施的政策更加着力于癌症的预防, 而不是癌症的治疗。 相对于美国以预防为中心的医疗措施, 日本正在努力实现早期发现、 早期治疗的目标。 但是, 仅仅这样并不能降低癌症的死亡率。 因此, 美国在预防的观点基础上, 也正在引入早期发现、 早期治疗的方针。 患上癌症之后再进行治疗是非常困难的。 预防癌症的发生, 预防对于降低癌症死亡率是至关重要的。 仅仅一厘米的癌症组织, CT和MRI检查中, 勉强能够拍到, 或者还拍不到的仅仅一厘米大小的癌症组织。 实际上, 这里面已经包含了11个癌细胞。 如果癌细胞增值到11个, 仅靠普通的自身免疫力来抑制其繁殖,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。 通过自身免疫力能够抑制的癌细胞最多只有100万个。 也就是说, 在早期发现时, 癌细胞就已经增值到了仅靠自身免疫力已经无法应对的数量了。 因此, 为了对早期发现的癌症进行更早期的治疗, 必须大幅提高我们的免疫力。 不要患病了才开始慌张, 为了预防疾病, 我们平时就需注意提高免疫力。 在不知不觉中, 与体内渐进发展, 某天突然发病, 威胁我们健康的可怕的生活习惯病, 对于每天渐进发展的生活习惯病, 需要我们每天都去应对预防。 但是, 先决条件是, 这种应对的方法绝对不能危害身体, 要保证绝对的安全。 感谢您的观看, 感谢您的观看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